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家庭如何简简单单的防止这个草莓 那么我们防止草莓 首先要保证有一颗成熟的草莓 我们先来配土 用这个通用的营养土 直接倒入这个花盆 我用的是这个梅汁袋 因为这种通用的营养土 它是经过高温杀菌杀毒的 所以我们拿来培养这个草莓 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要给它加入一点底肥 用这种发酵好的炕氧粉 放上一两抓 然后跟这个营养土一起混合 再来撒上一层营养土 薄薄了一层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摘一个成熟的草莓 当然了这个草莓也可以是被虫咬的 或者是烂的也没有问题 我们只要把这个草莓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厚 然后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土壤的表面 切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果肉里面它有很多果壳 所以我们给它分开完全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再给它铺上一层营养土 给它覆盖起来就可以不需要太厚 接下来给它浇一次水 用这种复合原液来对水给它浇灌 这种复合原液可以激活草莓的种子 让它快速的长新芽出来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对水就可以了 我们将它浇透就可以 我们将它处理完成之后 接下来把它放到暖和一点的地方 通风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等它的这个新芽长出来大概5到10厘米 我们就拿来分栽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尝试一下 在家庭繁殖藻莓的话 也不如试试这个方法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